今天是2023年8月1日星期二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有两个话题想讨论 第一个话题是关于一个肖扎儿 率队参加今届由加拿大举办 为期在7月28日至8月6日的世警会 即是第20届世界警察消防员运动会 原本是很值得高兴的事 可惜的是再有人仇中护港上路 一哥和近300名警员的出现 引出了一堆蛇虫鼠蚁 第二单三文我们要讲一下外国的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后的中美蜜月期 似乎美国率先中断 继日本7月28日在年度的防卫白皮书更新入面 再散播中国威胁论后 有美国众议员同样在7月28日 提出对台秀母加强版 究竟有什么图谋呢? 上周六7月29日 一哥肖扎儿率队 去到加拿大参加今届的世警会 世警会是一个两年一度的世界胜赛事 参与者来自世界各地的现役或退休的执法人员和消防员 由1985年已经开始举办 其实2019年疫情期间也没有暂停 当时的举办方就是中国 岂知今次参加世警会引出了三堆蛇虫鼠蚁 第一堆是海外黄友 第二堆是加拿大国会议员 第三堆是企图搞台独的台湾消防员 我们先讲一下海外黄友 海外黄友组织Winning Park Hong Kong Concern 就在7月29日上传了一段影片 镜头不停对着参加世警会的香港警察 期间黄友不停对着一班警员叫嚣肉骂 大肆挑衅 当然黄友仇警这些无聊兼无耻的行径 相信大家都见识不少了 但今次他们是有预谋的 在一个海外黄友组织 一知道一哥和大概300名的警员 会去到加拿大的时候 就在Facebook上面发帖搞煽动 说要好好地招呼他们 还说要在闭幕那天举行集会 以及要约见加拿大的国会议员 要求他们关注 以及质疑移民局 为什么会批出签证给一哥和警员 你说他们是多么无谓呢 而最无谓就是莫过于 真的有加拿大的国会议员支持他们 一名叫Melissa Lantzman的国会议员 在Twitter上面发文 就说移民局不应该批签证 它的原因很反常理 说香港警察是中国打压香港民主自由的工具 所以认为当局不应该被这些极权政府下的警察 来到自己的国土 这些议员为了出位 真是连智力和逻辑都可以放弃 之后香港监察班政棍都出来加把口 就拿了八名逃犯做文章 批评加拿大当局 批签证给一哥他们 其实好像两件事都没什么关系 麻烦用一下脑子 最后世警会还有一段小插曲 台湾地区的消防员都有到场参加 但竟然在开幕礼的时候 就拿出台独至爱用的旗出来挥 随即被大会要求收起它 说大会采用的是奥运会模式 所以不容许他们在这里展示 接着台湾地区的内政部部长林又昌 竟然加把口 就在死撑班播毒的消防员 这三堆人只是一群幼稚的人 一边就说要民主自由 一边就摆出一副了交爱的姿态 只有他们说就没人说 他们连极低劣的民主质素都称不上 根本就是一群烏合之众 其实从黑暴的第一日开始 相信有智慧的人都知道他们一定不会成功 去到今时今日 现在的局势都只是在海外吵吵闭 我们说完海外网友 我们看看中美关系 先有日本在7月28日公布新版的防卫白皮书 就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同一日美国众议员联手推出对台军售加强版 不再限于对台湾地区军援防卫性的武器 说这样就是因为要确保台湾有效自卫 以及阻击中国入侵 究竟美日这样做是有什么目的呢 单纯地老吊重坦 似乎就不是真的那么单纯 目的可能是想把台湾的地区迫上梁山 搞到之后无论哪个接手做领导人都骑虎难下 换言之可以就是说以台制华的变招了 台湾地区的大选 明年2024年就会展开了 未来是哪一个政党上台都未知 但美国似乎就真的很怕民进党选不到 又或者以后都选不到一个蔡英文禁毒的人 做领导人 所以就对台湾来一招逼上梁山 只要台湾今届的领导人 接受了对台售武加强版的协议之后 无论大阵时候哪一个上台都好 都难以反口拒绝 大家想想 因为一来用了这么多钱 到时难道扔了他又不是 不扔他又不是 二来就算换了个隔守一中原则的领导人上台 他又够不够胆推翻上一届的协议 去得罪美国呢 所以美国这样做 就可以确保台湾地区未来的领导人 就算多不愿意 都不可以逆美国意 可以长渣这张台湾牌 不过无论美国耍什么花样 都无了中国统一的部分 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美国想重演日本制造的满洲国的失败历史 最后只会自己拿来碎 好了今天的今天焦点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